救命 二子救我 她是化国史上最年轻的双料影后 一朝落海生死,带着学渣身份重回于世 西姐,在这个英皇高中,你可以横着走 我们为西姐,马首是瞻 西姐,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我们一位西姐,赴汤当虎 上头身,将我来 这是一部重生虐花虐渣的爽文史 吴主任,别瞧不起我们 我们要考上重点 我唐紫熙要考上经影 学渣又怎么样 学渣也是可以逆袭 我们灰太狼小组也可以有春天 好好好,唐紫熙 你这是牛皮越吹越大了呀 你没几个年纪掉车尾的就考大学 你要是考上经影 我就用学校的广播 学狗教 你竟敢打我 我告到校长那里 你会被开除 这辈子都别想考经影 巧米果 杀人放火的事我不能做 但生恶毒的大小姐呢 必须吃点教训 陆沙 你会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 好好照顾一下我们的大小姐 打我儿子 你们荣家就了不起嘛 你们再有钱有事 也不可能一手遮天 荣先生 我们不如就此讲和 我不告你侄女唐紫熙 你也不要管我的事情 你看怎样 我的确不能一手遮天 但是跟天比起来 你不过只有指甲盖大小罢了 遮你这块 足够了 这是一部重生影后 逗逼七折的追夫史 小夕 你的男朋友长什么样子呀 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有没有你小叔帅啊 知不相瞒 就是我小叔本叔 我靠西姐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竟然连自己的小叔都不放过 呸 老牛趁嫩糖 你小叔三十多了吧 那又怎么样 我不介意我和他的年龄差 我会好好地保护他 照顾他 让他能活很久很久 这样 他就不会比我先死了 差个世纪年又怎样 我会努力追上的 他呢 也会在原地等我 拜拜 我要去和他同居了 与死神的契约 他与他相识难相认 面对昔日爱人 却不能道破真实身份 源于巧合的同居计划 只为回到爱人身边 喂喂喂 唐子歇 你爸爸让我每天帮忙照看你 不是让你天天熬夜的 怎么 你明天不用上课了 上啊 可我的作业还没有写完 我都快被这道题折磨死了 明天还有物理小测验呢 我看看 哪道题 这道 这是初中的知识点 你这个都不会 你初中真是白念了 笔给我 这样看懂了吗 看懂了 小叔 看来我爸爸说的没有错 你真的是个天才 还有哪道题 嗯 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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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三题往后的 全部会 唐子歇 你到底都会什么 我先去洗澡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洗澡 上次用的黑客技术 树青荣家的监控系统再次盘上用场了 让我看看我的阿四 心肝宝贝甜蜜蜜街 在监控器里 你穿上衣服的样子就很撩人了 这斑拉绳子 天之要人命了 好想扑倒又强啊 这是一部不定时提供狗粮的恩爱史 阿四 你带我来这山顶别墅这一晚 就只为了看引火吗 你说过二十岁就娶我的 现在又嫌快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老实说 这段时间 有没有想我 有啊 就算山高水长 电倒东西半球 那也无法阻挡我想你 大鸣箱 给我签个名吧 嗯 签哪里啊 这里 结婚协议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容少以貌取人 作者八旬 由墨叶 法朵 青山 牧羊 小莲莎等众多男神女神 脸妹演播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